呃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灵奇 欢迎大家观看这次视频啊 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画面啊 这个今天来玩一个这个 非常非常 就是有年代感的游戏了 就很老的游戏叫近距离作战 close combat 这个是他的第五部 close combat 第五部是这个洛曼底 入侵洛曼底啊 就是洛曼底登陆 想说 呃 浪曼底invention 然后呃 近距离作战这个系列 我看下他这个游戏挺老 这个也是 是挺老的 我看下是两期 应该是这一不是 2000年吧 2000年出的 距今已经是21年了有 然后这个游戏是我也是好友推荐给我的 这个近距离作战系列 一直是久仰大名啊 是一个很经典的这种叫做 呃 连级 我觉得就反正是连级 应该没到赢级吧 反正就是那种小 呃 怎么说呢 就是小规模战斗的这种 呃 战术吧 应该叫战术 即时战术游戏应该叫做 就很有名的 但是我一直是没有玩过 没有玩过这个系列 呃 2000年其实也是我刚开始玩游戏的那个时候 然后 当然那个时候的话 我主要是在玩星级人霸 对 呵呵 那个时候玩的比较火的 星级人霸是这个游戏就 你没没有接触过 当然那个时候其实我说一直说过 我是很喜欢二人题材的 对吧 然后 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 当然我父亲是这个这个喜欢这个苏联啊 是苏粉 但是 但是我是比较喜欢美军的啊 二人的这个题材 这个 抛开这个就是其他方面不谈 我是挺喜欢美军的 所以 对吧 然后 所以这个这个游戏他推荐给我一看 哎也是美军登陆漫底的 我觉得哎挺好 然后就是想试一下 但是这个游戏挺老了 他 我不是买了 我不是买了这么买 这个好像在GOG上面是有卖 然后steam上 我没去查 好像也是有卖 但是我是他 我那朋友直接给我发了一个 就是发了一个这个东西下来 哇 然后我看一下 哇靠这玩意还还需要就是那个 用虚拟光驱啊 就载入那个iso啊 然后就是因为他 他没有他这个不是免 没有不是那个免cd的 没有免cd补丁的 他要载入那个用虚拟光驱载入iso 然后就是就就相当有个光驱啊 因为现在电脑一般都没光驱 我电脑是没光驱的 也没有盘嘛 对吧 然后 哇 我上一次玩那种需要载入光驱的游戏 我都不是 就是那种虚拟光驱游戏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对吧 也是挺古老的一个游戏 然后这个游戏的话 我是之前是完全没接触过 然后 刚刚是我玩了一会儿 就是把训练打完了 玩了一玩 玩了两关 然后确实挺难 就怎么说呢 首先第一件事啊 就我说了这么多气里哇里 说了这么多话 第一件事 我在设置里面看一下 这个我是用了一个这个窗口化工具啊 这个也是在网上找的 因为本来是全屏 呃 全屏倒是玩游戏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他不好录制 而且他切出来就会 因为游戏很老嘛 我是用wins直接玩的 我没安装虚拟机啊 他是可以玩 是真可以玩 但是他切出来就会游戏就会崩溃 所以我就弄了半天 搞了一个这个窗口化的工具啊 然后就 所以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呃 所以他这个文字显示会有点问题 因为是窗口化嘛 但是起码能录了 然后这个呃 我看了一下 就是我这个设置啊 就是他这边设置就很基础的啊 一些设置啊 就是什么移除树啊 移除这个死亡的士兵啊 呃 这个到说我按照我自己的这个习惯 然后他这个这个的话 我们进游戏去看比较好看 这个地方暂时暂时那个是这个文字是有bug的 我们先开一关就知道 然后这个地方啊 这个卷轴速度慢 因为我这个已经是1920成呃 嗯 这个窗口不是1080 但是我电脑是1080的 就是1920成1080对吧 但是窗口不是 窗口是1920成1000吧 因为我没有我这个下面的工具栏和上面那个表就是没去掉 对吧 然后所以这个地图基本上就我的一个屏幕就能覆盖大半张地图了 所以我的卷轴速度就调到最慢了的 呃 就是这个鼠标到边边上这个速度 不然的话就很烦 然后这个游戏速度这个东西哎呀 又爱又恨 他这个游戏没有暂停 至少我没有发现有暂停键 就很 他如果调成慢的话 有时候就很急 你的那些士兵啊 就走的就很慢 就 就是他这个快 他这个里面有快中慢三种速度 快是正常的时间 就是跟我们现实中大家的动作差不多 慢就是相当于要慢 可能是只有现实三分之一可能还更慢 反正就很急 对吧 但是如果我调快的话呢 我又多线操作就就很恐怖 对吧 这个游戏他这个战场 因为他这个游戏做的很你真嘛 他战场瞬息万变 然后对吧 然后有的时候你的部队就是突然一个突发情况 特别是突然有几个突发情况的时候 你就当游戏速度为快的时候就很 你就你就你就管不过来了 你就管不过来了 对吧 呃 就可能是因为我也是这个就是玩这种后来的即时战略游戏这种即时战略游戏嘛 就玩多了嘛 rts嘛 就速度比较快的那种 虽然我其实很讨厌很快的 就是星期二我是不喜欢玩 只有他速度太快了 他那个速度太快了 对吧 呃 但是这个游戏又偏慢了 所以还是需要适应啊 所以我调了个中等 但是再看吧 中等我勉强还行吧 呃 速度太快的话很容易就死 就是我的兵很容易步迷不买就就就就挂掉了 所以就就很尴尬啊 这个我就不说了 先这样啊 然后我们先今天这一期的话 我们就先玩啊训练吧 应该 我估计路过训练差不多了 他训练还挺富的 然后呃 真是玩游戏的话 我想的是 他这里面其实游戏挺多的 你看呃 这个文字的话 他因为他这个主界面他强制是要是那个 主界面他是呃 1020x768 不能改 你就算呃 就是你改的一个分辨率啊 只是游戏类分辨率 所以这个主界面他这个字就非常模糊 我把这个放大以后 大概呢 大家看一下那个就知道了 就看一下那个 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战役模式啊 战役模式啊 战役模式我查看地图哎 不对 那总懒你就知道 就是大家就是讲了这个 诺曼里登陆的时候啊 那个 呃 那个这个这个这个叫叫什么半岛来的 就是这个地方是社保 就那个社保港 就多满灯路在这一块 就是那个 诺曼都在这一块 那边还有 然后这边是这个犹他摊 犹他海滩 然后奥马哈在这儿 奥马哈不是我们管的 它是从犹他海滩这边登陆开始 包括这个 8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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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20进攻啊这是他的名字 但是但是但是是这个 凡是那个半岛我一下突然就对对对吧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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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了反正就这个半就从这边美军在历史上实际上是从这边这是在这边那个叫 呃犹太海岸登陆嘛然后82010要是从这边空降嘛对吧然后就一路冲过去把这个半岛截住了然后德军那个时候因为他 一个是命令他们要守住这个四宝港嘛然后还一个是这个 一些混的嘛反正德军很多部队就被截在这了然后盟军一路路就是一路紧就是一路北上对吧就南下这边就是南面 法守住德军反扑然后一路北上把这些全部清剿掉了完了以后再回过掉过头来再对付这些下面的德军然后之后就是 什么法兰斯包围战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这段剧情的话如果想简单了解可以去看你 玩一下英雄连一代英雄连一代美军战役就是 路曼登陆以后第二关开始就是空降啊然后就 呃反正就就就就就往那边走对了最后有一关是打色宝就把色宝占领然后就对吧 盟军本来是想这个呃就是 攻占色宝以后获得一个这个港口因为这个路曼里这个海滩是非常不适合那个 运输啊尽管美军用了那个桑胜那个人工港 但是就是把那个水泥墩沉在那个 沉在那个海底对吧然后然后在上面再建东西对吧但是那个毕竟还是个零食玩然后面有风暴也 把那玩意摧毁掉了就是反正是风暴也就是让那些东西受受损了因为那个地方那个海况不好 结果色宝抢下来以后德军在那个 投降之前把整个港全部的毁掉了就盟军就抢下来做废的港口的花了一个多月才才才才让他恢复这个运作 对吧所以其实没什么意义啊 但是还是消灭了很多德军吗就是这个还消灭一部分德军在这里就是因为被关注了吗被包围住相当于是 啊大概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东西然后然后这个里面的战役啊就比如说你可以从这个 呃这种 这个是大战役是吧 不知道 然后这个应该是大战役大战役就是那个从 从一开始就是 自己玩 然后这个是小战役就是说是一个局就是大战役是从会战开始到这个 到到最后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这就是中等战役就觉得小战役这么说就是那种 呃 就是一段时间的战役然后还有战斗就是单次战斗嘛就是 然后这个因为我看他是他应该是中文版但是他是打了一个 呃补丁 呃我去英文的论坛里面看了一下他如果不打这个补丁的话单位有很多bug打了一个补丁但补丁是英文补丁所以他有些是 中文英文混在一起就是这个样子了对吧那 那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大家别看刚刚那个看得好像很不清楚我们 从训练营开始玩吧这个训练官进去以后他这个就稍微好一点了但是字也很小 因为他对吧20年前的电脑都是那种我那个时候是用的 1024×768的分辨率我记得 对吧 所以你现在用到1920×1080的分辨率来玩着玩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先玩训练官吧有 有武装啊 有武装我们从快速指导开始都是同一张地图 对说一下这个游戏的声音真的很大他不能调声音 而且 就是他 就什么音乐啊然后士兵的说话声啊枪声不能调 而且他里面那个枪炮声奇大无比就是 就跟你在你耳边开枪一样 我现在就是我我的这个游戏声音要调到我电脑正常声音的 十分之一以下 然后我这个录制视频才比较正常不然等会那个 枪炮声很响 我甚至都觉得是那个枪 枪炮就在我耳边一样 就就很响 啊这第一部分是这个选择 我念一下吧 可能因为字太小了不一定我觉得录出来不一定看得清因为他这个游戏是这样的 还是可以学到这个选择部队下达命令调整命令三个东西啊然后我们确定 在罗曼灯灯灯战中 就是这个游戏吗 这个只能像 小组下达命令就是班组班组啊指挥啊 这个其实想法我觉得是很新颖的 我知道英雄连一代的时候出来那个时候是06年07年吧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 就当时英雄连他是班组控制吗 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好帅好好那个就是感觉就是对吧就就 虽然之前是有一部啊就闪电战闪电战的那个游戏他也是班组控制但是那个班组控制有点 有点 有点没那味儿但是英雄连是有那个味儿的就是真正像一个班组 对吧就当时觉得就觉得很新实际上这个游戏他他就已经是班组控制了你只能 对班组就一个一个步兵班来下达命令而不是某一个兵 还是你是对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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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来下达命令 然后你只要选择任何一名士兵班里的就是直接向这个小组下达命令 好 然后这里我先 不安好我先我们先看一下选项这个时候文本就正常了 我说一下吧这边一个是可以移除这个树木因为地图上有些种树 他他有草有树那是不一样的 草的话就是不能移除就是那种低矮的灌木啊 他能提供掩护 然后你的冰还还穿过去还得绕一圈 然后就不能直接过去洛曼底的那个灌木丛嘛但是很很深的很杂的 但是树是可以通过的但是树呢也能提供一点点掩护就是 树干可以提供但是实际上树的掩护 不太多啊说说说这实在话并不太多所以你可以移除树主要是装饰用 还可以移除这个死亡士兵就是不显示轮廓 这样的话就容易就容易理解但是我就不点了啊 然后这边有两个东西这个这个玩意还是很复杂就是你的小组的班组的那个指示 和步兵的那个外轮廓显示什么东西对吧这个是按我的习惯了就是 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因为他有很多东西你要去关注就小小队就是班组里面的 包括步兵也是一样就每个步兵他他区分了这个有弹药对吧经验值 然后这个 士气 压制度 体力 指挥 还有 这个健康度 掩护 然后就是要么就是直接用一个黑边框啊 对吧 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是啥玩意啊 这个这个小队这个玩意我都是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 每个兵吗他武器有弹药吗对吧这个里面我 呃我 之前偶然偶然玩一关的时候突然发现就是当你的步兵打光弹药以后他会自动去 就如果他路过那些 死掉的士兵啊不管是自己还是敌人的他会去自己搜寻弹药 如果是路过阵王的队友他会去 队友身上 就是拉子弹或者如果没有合适的话他会拉队友的枪 然后顺便把子弹拿过来如果是捡 路过敌验的士兵他也会把敌验的枪搅过来 我有一有一局就 我有一个步枪兵 M1加兰的步枪兵 啊不对不对 不是 BRBR自动步枪兵 然后他的那个子弹打的就是我总是用那个班军压制射击吗他子弹打光了 然后他后面但是我玩了后面突然发现他捡了一把98k 就他可能是路过了哪个死的死亡的德军士兵他就捡了一把98k在那用 他自己会减强 这个我觉得还是设计还是挺挺有意思的 至少从 作为2000年的游戏来说挺有意思的 然后经验子这个不说了然后士气这个也不说了对吧那个 战争中你 你有你有战友战死的话肯定士气会降然后你的呃 你的领导对吧那个 有有有领导力或者怎么也会升然后你这个战场上的杰出表现或者你的队友有杰出表现也会提升士气对吧 压制度我这个也不用说了炮弹啊机枪啊会对有会对那个战场上的有压制吗 然后体力啊体力也是每个兵你不能让他一直跑对吧他跑一整场人也累 背那么多东西 指挥的话我就不知道啥意思 反正我现在就是 一般我习惯就是单位用一个压制度对吧看他是不是被压制然后步兵显示一个健康值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 监控板全部打开啊就是 小地图对吧这个班组的监控板还有一个是 士兵监控板那是选中班组以后在这边会出一个东西就是监控每个士兵的 然后这边我是选的你看1920101080但是这个地图的话就看起来好一点但是实际上那个界面就还是不太行 啊这个啊我把音乐关掉音乐保听就是 获胜以后有一个那个音乐但是 就是非常有那个阿战风格的音乐但是我不太喜欢 所以关掉 然后还可以选的德军是说英语还是说德语说德语吧德语有代入感 虽然说英语我能听懂说德语我听不懂但是德语有代入感我们就有德语啊 好这个里面你看这个这个地方是显示有bug因为这个这个蓝太小了对吧他会告诉你还要我们先选择这班兵好选择这班兵了 然后取下选的话就随便选下地方就行了你看这个右边就会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个牌 对吧这个这个界面然后显示每个兵的名字当然这个字太小了因为还是那个意思因为我这个 对吧 这个叫什么 窗口花了以后他这个这个字就很小了全屏的话稍微看得清一点 窗口花就很小了但就这样吧 因为如果我用19 1600成 900的分辨率的话那字就会变成模糊 那么我所以只能放大一点 然后他们的状态对吧有些人在埋伏有些人是 没有目标的匍匐前进什么埋伏中对吧然后这边是武器 对吧你看到有这个 他这个武器 他每个班啊这个游戏挺有意思的就每每种类型的班组 他一个班的武器 数量是固定的就是 多少把冲锋枪 比如说这个班组他这个名字应该是叫做 AB对吧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我应该鼠标这个地方有颜色 黄色AB就是 空降兵 然后BAR 就是BR自动步枪嘛 Rifle 对吧 就是空降的这个 伯朗林 自动步枪班应该是这样反应 然后他这个班呢是这样的是一把M1 M1A1卡兵枪 然后一把 M1汤姆森 就是那个汤姆森冲锋枪 两把那个BR自动步枪 然后三把M1加了M1加兰德 对吧他这个数量每个班是固定但是 谁拿什么枪 是很是随机的这点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就我不知道是有意为之还是他们当时设置的时候是 没有注意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有意为之的话 我觉得制作组还是挺那个因为战场上 对吧 可能玩一些游戏比如说大家可能玩一些游戏 就是很固定吧 比如什么只用什么枪 或者说 甚至人间地域中也是一个职业 就固定了几把枪 那实际上战场上他是对吧 互相之间可能会有更换的 就是对吧 谁适合什么枪或者说怎么样了 然后 对吧 每一个班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班你看他就是这样 他队长拉的是BR 对吧 副队长拉的是汤姆森 然后 M1卡兵枪给了一个队员 然后另外一个队员是BR 而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按照美军的 那个 就是叫什么 装备的那个 应该叫部队的模板呢 还是叫什么来着 反正 一般是队长是拉着卡兵枪或冲锋枪 然后副队长是拉冲锋枪 然后 自动步枪啊步枪啊这种都是给 给士兵用的 对吧 他是这样的但是但是对吧 他这里面他就是随机 因为这站在场上的 这这就我拉什么枪就管不着了 互相之间可以更换一下 而且你你长官说那你把你 你枪给我我把我的枪给你 那对吧 你这也不能拒绝啊 对不对 好然后我们再点下其他地方就可以松开了啊 我点开以后就可以向上下的命令 然后就 只要点击右键就会出现菜单 当然也可以用快捷键了 我就用他这边的 这个教学很有意思啊 就是你这样直接点没用 你要把它画看完单击这个框 然后你才能操作 他是这里交 使用移动命令 对吧就右键点 然后点了移动 对吧我们就直接看 这上面还会写上的名字 ABBL 右键对吧 然后他这边是要移动啊移动到那个 移动到那个大路上去 直接往大路上走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32米对吧 这个距离是32米他会告诉你 三十三十几米的样子 OK 这是中等速度啊 你看他就他就比现实的要慢一点 你看他们这个起升啊这个移动的会慢一点 我觉得中等还行啊 其实那个可以用快速啊对我说一句我们用快速吧那个教学可以用快速因为教学 好像是没有敌人我记得 这个是快 快的话就就就看着去流畅一些但是实际上指挥的时候很恐怖 这个速度 对吧因为 士兵 呃 中枪的话中一枪就会死 就会倒 对吧 可能会受伤可能会死 而且 其实挺如果没有掩护的话挺容易中枪的而且还别说更别说各种炮弹什么的 其实你的人 就真正开始交火以后 其实我感觉就 呃 如果是真正能看到敌人交火的话 其实挺快的就是死人挺快的 他到了以后他会提示一个那个叫imposition那个话语很小因为 还是那句话枪炮声太大了我不敢把声音放大放大的话太吵了 所以他就整体就变小了 没关系听我说就行了 然后你看他移动到这个大路上但是和这个 我就拿英雄连举例吧因为那游戏我听喜欢玩我从一代就开始玩玩到现在 而且 他做也挺好那游戏 你看他就也是很类似我是命他移动到道路中间的他会是四边找掩护你看 因为道路是中间是没有任何掩护的吗光秃秃的吗他们会在路两边 对吧路两边找 就是找掩护爬在地上或者躲在这个树后面 在移动的时候会小心谨慎前进 到达指定地点后就会变成防御状态 如果使用快速移动会跑步前进 如果使用前行的话就会匍匐前进 对吧然后前行的话是匍匐前进到目的地立即转入埋伏状态 对吧 就是有三种移动啊 然后他说可以什么右键改变命令但是哦对应该随时改变命令但是其实好像 我没找怎么取消 然后这就是 这个要 使用设计命令了对吧要我们点击然后 设计对吧 设计线有不同的意思是吧亮绿色是 能够清楚看到目标并且能设计 然后是暗绿色是 成员这个视线 受到阻碍但是可以设计 比如说 你让他设计灌木从后面 对吧 就是那种小的灌木从后面 他视线可能看不太清 但是他可以设计 就他可以穿过灌木从往后打 但是他看不见 看不见目标但是可以往后设计 就压制设计一样 红色就是没法向目标设计 比如说你要向他要他往房子后面的地方设计 他就肯定不行因为直线 这都是直秒火力吗 这种轻武器吗 都是直线设计的 然后我们要向这个建筑开火对吧 选这个 设计 点这个建筑 来了 开枪的第一声最大 因为大家是骑士 然后后面就好一点了 可以看到他们子弹在减少 这里 可以取消设计 然后如果是瞄准的是敌方目标 就是敌人单位的话 然后就会有瞄准圈 瞄准圈就是一个那种 黑色的圈圈 然后一个瞄准线 瞄准圈有不同的 颜色对吧 就是说你的杀伤效率就是 绿色黄色红色黑色对吧 绿色就是 很大可能 可能杀死敌人 黄色是较大可能杀死敌人 红色是 可能让对面受伤 敌人受伤 黑色就是 完全不可能 造成伤害 比如说你要 轻武器去打坦克 对吧那就完全不可能造成伤害 然后有快捷键快捷键的话 我大概知道一点 就这一是移动无击的 然后开枪是x 是c来着忘了 反正我一般还是右键 我懒得用快捷键 然后下了命令以后 他这个地方会有个圆点 大家刚才看到移动也好 设计有一个圆点 如果你想想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跑了一半 我改主意了 你直接把圆点往那边一拖 就可以过去了 设计也是 就一直在设计这边 我会往远点往这一拖 他们就会设计这边 然后这个就是快速指导 这一场就玩完了 我们去看下一个 就是说监控工具栏 就是学习一个是呼叫空袭和炮炮火支援 然后这个查看小组成员状态监控士兵状态 然后 针对小组实力布置战略 要注意什么精神状况 你要求班组去做不合理的事情 或者成员精神处于紧张焦虑 就会不听从指挥 这一点也是很那个 这一点的话 当时英雄连那个游戏又说了英雄连了 对吧 给我的一个比较震撼 也就是他那个 步兵会被机枪 和炮火压制 甚至定死 就是那个pan down 就是定在地面上 对吧 压制的话 步兵就会爬下来 然后 减少输出 并且爬的很 就是移动也会很慢 对吧 然后有有时候他会自动到处乱爬 然后就 就不太听你指挥了 定死的话 就是你完全不能指挥他 他就会被 压在地上 就就因为就是 士兵已经就是 恐惧到了几点 你就是他因为人都怕死 对吧 他已经是 无法无法再再再移动了 就不能 不能让他去做不合理的事情 就这个意思 你就只能按撤退 再撤退下来 这个游戏呢也是同理 就是 他这个游戏更甚至 他就是 你的步兵在这个焦虑 甚至恐慌 就是紧张焦虑状态的时候 他会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情 就他并 他甚至不像英雄脸那种 其实我觉得已经优化过了 他这边他会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情 就是 他不仅不会听从你的命令 他还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 对吧 人在紧张下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人在这种就是压 过大的压力的情况下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就这样 对吧 所以这就是这个 他就是提醒你 所以你要有时候看一下这个部队 这个这个 精神状态 当然我一般是看压制度 一般因为部队如果被压制了 你肯定就没法 对他 下很多命令了 这个长条状就是这个蓝 就是可以看到有这个 空袭 排击炮和这个箭炮啊 三种也是这个游戏里面的三种志愿就是 空袭 排击炮和箭炮 三种三种志愿 空袭资源可以在战斗过程中实施 然后 过一会执行任务的飞机会低空飞 飞过目标进行扫射或投掷炸弹 我玩了两把好像是一边扫射一边投掷炸弹 我不知道 有没有光扫射或者光头弹的反正我看到就是先扫射一轮然后再投下几枚炸弹 然后就是 十字路口有敌人在那集结对吧 然后就让我们用这个 轰炸 L strike available 他上面说了这个 对吧这个空袭 空袭就绪啊空袭已经可用 点开然后就这个投弹图标起来这里 然后我释放一个黄色烟雾弹 要等一会 教学是扫射没有投弹 因为我正式玩的时候这个 他是飞过去扫射还投弹 然后甚至那个扫射其实范围还挺广的还打死我一个人 笑死了我我我 我之前打 自己玩的时候打一局就是那个用卸是吗 crosser support的那个因为我不兵 极近距离发现敌人的坦克 然后我那个步兵没有反坦克能力 然后就只能正好有空袭的呼叫空袭 结果还扫射还打死我一个人 而且四个炸弹一颗都没有打中那样坦克 人人的人的人都已经气笑了 我人都已经气笑了 气到笑了 这边还有一点挺有意思的 这个你的懒牛尸体啊 在这个上面的这几个 这也是诺曼底常见的一个这个 对吧被这个空袭啊或者 炮火对吧 这样子的懒牛 也是在 一般这种二战 西线体裁里面 诺曼底地区经常能见到这种东西 一场战斗最多只能使用一次空袭支援 对吧 他可能会就是 看情况有的时候 就是 有的时候 不会一开始就有 就是可能要到中盘 就是战斗进行到一段时间以后才会救去 反正一次 他最多只有一次 有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啊 好 炮火密集轰炸也能在战斗开始后实施 炮火资源 也是跟刚刚那个一样吧 一样点也是跟空袭一样 就是一场之 就是说他也有的时候不是一开始就有 而是要 等一会 就是他他就续是他有一个就有一个时间 然后就要我们在这个 Motor Barrage Available 是吧 这个 迫击炮 迫击炮弹幕啊 这个就绪 这个是白色烟雾弹 这边写的P51空袭就绪啊我知道了 迫击炮 迫击炮弹幕就绪 其实啊这个因为是教学所以就打了几轮 实际上实际游戏中的话 他这个弹幕我记得他可以他一次是打四发还是五发来的他他可以打几轮 因为我也是自己玩的时候就是我用弹幕把别人已经压制了然后我的兵 就想冲上去跟对面进行这个正义的近战对吧这个 就是近距离打近距离消灭对方因为美军 对吧这个 我是按常识来理解对吧美军你像加兰德步枪也是就Glander步枪他也是这个半自动 美军没有栓动武器 就普通兵的步枪都是半自动那比德军类毛498k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对吧 那当然就是正义的近战啊冲上去对吧我 我我半自动那我打你这个栓动我不我不就直接近战就弄死你了 然后但是结果他那个排击炮弹幕持续权太长了 我我的人冲上去结果弹幕炸了自己人特别尴尬 然后他有几轮的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是P51空中攻击那可能P51是只有扫射因为P51是这个野马战斗机吗 他是个制空空游击吗他主要是用来制空的因为那一把我自己玩刚刚想玩的那把是他是P47空中支援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P47 呃因为P47是对地攻击机吗 虽然说是战斗机实际上他大部分情况下被用来这个对地支援吗 P47他就有炸弹了可能是这个原因啊 然后这个炮火支援可以孤立攻击区域 呃当然我不记得了我因为刚刚玩了两把我不记得P51P47反正我记得他投了几个炸弹啊结果一颗都没有炸中 呃 因为他那个投弹是很随机的真的是随机就是他有他我以为他一直都会往前篇或者往后篇不是他就是随机的 炮火支援在这种意思也只能用一次OK 呃这个是小组状态区 当一方所有部队全部阵亡或投降战斗就会结束 啊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停火按钮这个地方正式开打以后会有个停火按钮就是说你主动提出投就是双方停火 呃如果对方接受啊AI他会自动他会有个判定的啊AI也会点停火你你也可以选择 接受不接受如果这就是一方任意一方提出停火另一方接受那么就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计算胜利分然后看谁谁获胜 当然有可能是平局但是如果不接受的话继续打这样 他说一方单位全部阵亡或投降就会结束但是实际上我打两把都都不是都不在这个样子因为 呃很少我发现很难就是说全歼对方或者就是 全部投降就是让他们全歼对方一般来说都是结束于就是 呃某一方士气低落就士气低到了一个临界点 就就打不下去了 然后就直接直接算这个 嗯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 呃战斗时间到他有个每场比赛有个时间就大概是30分钟还是40分钟来着就有个时间 时间到了也是计算然后还有一种是就是一方士气 太低落了 以后也会进行计算 但是士气低落一般来说那方就肯定输了就就就就基本上是如果时间到了结算的话就那大家看情况 对吧 时间其实很容易到我发现这个游戏还是有点慢节奏就因为一场就30分钟吧就很容易就到了30分40分钟样子 战斗信息栏对吧就是这个地方 啊监控窗口 啊这个就是小组这个男小组这个男的就是下面有他执行的命令 然后背景颜色上的士气啊就是这个 绿色红色就是这套士气啊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小组这个地方我就监控他的这个压制度吗因为士气在这里可以看 士气太低的话你也是有些任务是 他他完成就很难完成 然后 呃单兵资料 单兵资料就在这个地方就刚刚我说那个然后就 就是那些东西什么武器啊对吧 健康健康度啊对吧然后他的命令啊还有他的单要书啊 但是你单要书只能看他当前武器啊比如说你要他投资烟雾弹 他换成烟雾弹的时候你就能看他这个烟雾弹还有多少发但是他没换出来之前你只能看他当前武器 对吧然后这个地方写了一个ap啊这个意思是说他是这个 antipersonal antipersonal 就是他是个反人员武器对吧他有个ap这里有apat对吧这下面也有这个埋伏中战斗力强劲是他当前这个班的作战 作战效能啊 就是他现在这个班因为他士气很高 对吧也没有被压制所以他现在的战斗力是很强强劲的然后他他可能他这个老练程度也还可以啊 对吧所以他是士气强劲 那么这边有这个ap和atap是指反人员at是指反反装甲对吧这个就是你的反人员和反装甲的功能这这武器都是用来反人的没有反架武器 然后就小地图好这个就完成了这一张训练就完成了 然后查看例行这个训练也挺有用的 因为他这个游戏毕竟是2000节游戏吗他整个战场我们看上去平的但实际上不是啊对吧他就是 看这个战场用来就是让你什么就是去 浏览整个战场识别地形的防御程度ok 好 啊这个下你就是这么移动屏幕啊 缩小地图啊 这就这就是点一下对吧 等下我看一下啊往下回按空格键继续 啊小一方标出了小说小组位置小组实在太小了 这个蓝色就是我们的这个小组在这 可以有一个放大镜按钮可以放大缩小的工具单上在哪在这 啊但是 哦对这个就是直接显示整张地图就是 显示那个微缩地图就是把这个小地图放大 对吧看到我们这有一班人吗然后这是现在小地图是这个样子啊 对吧就是把这个地图放大就是整张地图就这么大了 地形不是平坦的有对吧但是 呃我们这边看不到对吧 这条水渠啊这个东西到大大能理解吧对吧水渠一般比地形要低对吧这个还是可以但是普通这种平地你看 这个地方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因为他的游戏很老嘛 也不能用那个滚轮什么起改变视角啥的 对吧所以只能够怎么样的只能够这个 呃右键啊 就是右键对吧 按住不动 你看没有下面这有这里有黄字这里有黄字 看到没有 泰普格拉斯这个类型是草地 啊feel的对吧草地平地 并且 啊 呃elevation高度5米5meters对吧5.0米 cover破这个也掩护是差 啊往这边移他就会改变你看没有 有大有这个沙子啊这个地方 对吧 你看 比如说我从这看啊这个地方 这里是 呃 4米啊 对吧这是个这个 呃 镶嵌这个就这种土路对吧diet road 这个是这个呃paved road的这种是这个 呃平就是铺过的路啊paved的是这种 就整平过的道路 嗯可能还放了一些碎石或者什么 呃那种 不知道有没有混凝土啊那个时候对吧 这边看到是4米啊对吧4.5米5米 这基本上是平到5米但是它是个上坡的趋势看着是5.5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7.5 是什么是这个 矮的灌木 呃small 这个什么还是是灌木啊 对吧covers great对吧他这个能够提供很好的掩护对吧 啊这个地方又低了就这个地方是一个坡你看没有这从这上来这4米 一直到7米 然后这边又下坡 这没有没有 这里是一个谷地相当于是 然后这边又到8米对吧这是7米这是8米中间这个地方是6米这只只能这样看啊他这个里面是 就你没法去这个呃 当然你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 设计线 就是你命令部队设计然后你看下有没有挡住的啊对吧他你只能这样去看 对吧他他你没法就是 没这个这个有些这点我觉得还是 稍微差点意思啊你没法直观的去看到这个地形的变化对吧水渠是1米吗 这个还是这个还是比较直观的 那其他的就 就就就不好说了是吧 这是两层房子所以是13米因为他二楼这个房子上面的数量代表他的层数啊他有两层的三层的 这是三层的房子 房子很高 这都可以看一下ok 好 然后 木制建筑或者十字建筑啊是一个掩体 但是他可以使啊事业受到影响 对吧这个游戏他虽然你看上去好像是没有战争迷雾的他实际上是和那个 什么坦克世界啊战舰世界这种极致是一样的就是 地图上的东西都能看到但是你看不到敌人是光学隐形 当然了他因为他这个 不像坦克世界 现在有一个限制的 视野圈 就是 比如说你虽然很远可能有个几百米但是 好几百米甚至1000米但是你是整个是个平坦的路那还是能看到对面的就比如说 这里我的人在这里那看到这敌人是肯定可以看到的 不会像 他那种光学隐形那个梗是因为就明明很明显的地方就 就是比如说我的人在这啊这能看到这看不到这能看到这就是光学隐形吗那这个里面不是他这个里面看不到是比如说 外幕从后面有人 但是你是看不到的因为在外面你在这边看不到除非他说他开枪他开枪你也只是知道这边大概有 有枪声出来但是看不见具体就 可能能看到开枪人在看不见整个班族 只能看到那个开枪的人对吧他是这样但是说你看起来还是就是是正常的直上后面可能藏着人是这个意思 反正也是就是地形的都能看但是 看不到敌人如果你没发现是看不到的 然后数字是这个房屋层数我也说了 进入一 你只要进入房子如果是多层结构他会就是直接让你就是相当于控制所有楼层他是简化了 就不分一二三层了进去就能够 对吧 然后就是进房之后像屋顶就会消失这个是 提醒你屋顶不是真的消失了只是方便你这个 呃就是玩家这个 看清楚这个兵在哪 好然后这个让我们的步兵 这班兵 移动到这个房屋里面去 我这是快速吧是快速看他们走得还挺快的 他这个快速好像其实也不是很宽 但是已经是最快了 这个法子 考虑到这么点距离就是三十多米对吧三四十米这个这个速度已经我觉得已经很快了 只是因为这是老游戏吧看出来没那么直观实际上他们走的是正常人的速度 还要考虑到他们我是用的移动命令就是他们是移动命令在发现敌人的时候会立即开火 他们不会跑步他们就相当于是这种谨慎的前进 而如果是快速移动 他就不管不会开火他们只会最快速移动到你的目标那去 就跑过去相当于是这个只是相当于是走路走过去他们看到敌人就会马上 找掩护开火 好这样就进去了这个屋顶也消失了 但是 你比如说你站在这里啊如果敌人从这里进来那么 对吧 就是你占领的房子并不是说房子就是你的对面也是可以进来的 对面也是可以从就是在房子给你打进站的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虽然刚刚说这个 美军部队这个自动武器这个自动化程度很高 就是 近战有优势但是我说的是这种近距离交火啊 如果是脸对脸了那就没有任何优势了因为脸对脸就直接就是 就是肉搏了这个游戏是有肉搏设定的就是部队会 对吧就近战用刺刀啊或者用什么 呃这个匕首啊什么就或者枪托啊对直接就近战 近战上去录了的近战又没有优势因为近战说 方方都是一样的了对吧 我的意思是说这种近距离交火美军就有优势 他因为对面又不能给你近战然后你的武器你的部队这个自动化程度又挺高 武器自动化程度 然后这个 对吧就是说你在道路上移动就会很快因为路很走但是呢就很容易暴露 而在草丛啊和围栏中呢就 草丛和这种篱笆就包这种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其实上 他这种灌木丛啊他主要提供的是这个 掩护就是 呃遮蔽吧相当于是他并不能够完全挡住子弹不像这种房屋对吧这种石墙啊 可以挡他是挡不住子弹的他只能是 就是 呃 对面看不到你就这样 对吧 虽然很有气啊他说但是可以阻挡敌人视线就是这个意思 包括这种小的这种这种更矮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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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他只是 能够遮挡下视线 可以用树木做掩护但是对面也可能在树木后面 附近你啊 按Ctrl T来这个 隐藏树木我们可以试一下 对吧你看 这就是树木单个的树木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树啊小树 树木实际上他的这个 我看一下 大树对吧 是中等掩护 但这种这种树因为是一棵一棵的所以 效果不明显如果有那种一排树的话 其实很好做掩体的 就部队可以堵在这个树后面 这是小树对吧 small 小的枯 小树啊小树苗 这可以可以这个但是我就无所谓就树就树吧就这样 隐藏树木不会改变他们对战场的影响 正常情况下你看不到尚未被你部队发现的敌人 对吧 就我刚刚说的 如果敌人缠着房子也不开枪 对吧 你看不到的情况下你没有从窗口经过的情况下你是不知道这有人的 也不显示的包括这个 这个树从后面也是 战略要地就是这个啊这个这个就是 这个游戏也是个站点游戏嘛对吧这个这也是很经典的就是 站点就是 很多这种战略要地啊会被标上这个名字然后 如果周围没有敌军 那么你就可以占领他 如果周围有敌军那就会是一半你的起一半敌人的起如果周围没有你的人那么就一开始谁的就是谁的 有的时候是中就是没谁都没有的这就是白白色的就是没有人站里 好让我们要去占领那个贝斯旅馆 移动到这个这个里面走 我这里面几个人啊七个人 啊他们迭在一起了我说什么熟来熟就好像不太对了 我你是你你点中每一个就具体的某个兵他会告诉你是哪一个人啊 但是你不能控制他只是说他会告诉你这是哪一个人 呃 这个还是有一点带肉感的就是 每一场战斗之后你的那些人啊就是负伤的或者英勇表现受薰的呀他会 他都会列出来啊 area secure 这个已经占领这个区域安全了对吧区域被 被肃清了 占领这个立官 呃你那些人啊就是 得勋章的或者什么受伤了的呀或者怎么他都会写出来的就然后他杀了几个人啊或者助攻了几次都会写出来的还挺有代表感 特别是如果玩战役模式应该是可以往后积累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有些兵种 有些兵对吧这个 对吧这个表现英勇对吧拉了一排一堆勋章啊然后在最后几关 就死掉了对吧这种经典剧情啊 会有的 啊就是站点对吧然后这个最后计算的时候胜利分的时候就是看站点啊这游戏是个站点游戏啊对的 就你的点站的比对面多那么基本上最后胜利的时候只要你不是因为士气崩溃 因为士气崩溃他会让你丢掉一堆点就是部队会往后相对他会就是说强制让你部队往后撤一段然后这一段被对面控制 呃如果你不是士气崩溃而是正常的这个结束战斗的话你的点站的多的话一般来说你就赢了 啊就这样好地形说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两个是步兵战术和装甲战术哇这已经录了快50分钟了我的天 游戏 好我们还步兵战术 这叫防守与 侧翼夹击 以及这个埋伏与隐蔽啊这基本的步兵战术这是 首先是在部队移动之前像有敌人就是可能有敌人的地方 射击这样的话如果真的有埋伏敌人就会撤退 对对吧但是 缺点就是他会浪费你的弹药 要选选这班步兵啊这玩意有三班有两班步兵和一班排气炮对吧选的这班步兵啊我要这个选这班步兵 对吧像这个建筑开火20米的这个 这个爆炸是因为他们用了这个枪榴弹啊这个步枪是有这个步枪榴弹的 你看这个五发这个玩呀 这个士兵用的是这个 带枪榴弹发射器的加兰德 这只有五发这不是因为他没子弹了 他用的是枪那个枪榴弹 设计压着敌方啊 大姐当然是训练官没有一个敌人只是他假定的 所以不要想看里面好像有人被打死了没有了 啊 战场上移动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别让你自己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对吧 所以需要有军掩护下向敌方阵营推进啊 这个 有军这组部队第二小队的人啊这组的会提供火力支援然后我们这一组人就第一条人 要去撤到这个 卑斯旅馆这一栏 然后用快速移动跑跑到那个旅馆去 OK 快速移动 到这个旅馆去然后这班人他会给我们提供 趴了打 第一小组一定会啊啊啊这个就是这样 第一组制造烟雾来掩护第二次推进啊然后我们这组士兵要向这打烟雾弹然后第二组推进啊这个意思 我们用这个释放烟雾弹 好 让他们扔扔那个烟雾弹 这个时候他们还在压制 他们扔手的弹了好像哦不是是我用那个烟雾弹人烟雾弹 你救人一发啊 别 你救人一颗啊 多来多来点烟啊 真真你们真就 真就只扔一颗这么抠啊 多来几颗烟啊 啊 然后 撑着这个烟雾弹掩护然后 第一组人我们这组人啊 移动到这一段建筑物类然后他们会移动到下面这里来 我还愿意让我们穿过他的火力网的马个鸡啊他们 我说看第一组往这走我吓一跳最开始完事我说你这不在有有军这个炮火下面正面过去吗是他因为他们进这个地方我们进这个地方 虽然不知道这个有啥意义啊如果这里有敌人的话你这样一扫别人已经撤了吗往后撤了吗 也是也可以也是确实你这样一扫对面也撤了这样就可以他们抢在这个地方 这边抢这边来守这边看这个方向然后他们过来看这个方向 啊如果你想设置伏兵下达埋伏命令然后 会就近寻找掩体 只有敌人非常近的时候就是自己快暴露的时候才会 开火除非你下达命令 让我们要这个埋伏 埋伏以后这里有个有个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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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弧线表示他的这个埋伏正面 啊 圆湖可以改变埋伏的方向啊防御也是一样防御有个防御正面就是这个圆湖的位置 排击炮可以远距离攻击啊这个除了这个我们这个排击炮支援以外我们自己还有排击炮班组啊 这个排击炮这个 呃在这个游戏我发现排击炮真的很有用他可以打破片弹也可以打烟雾弹 而且他这个呃 弹药数量还还还挺多特别是他烟雾弹可以打很远对吧然后他的那个破片弹数量也不少 而且他这个压制效果很好 对吧 呃唯一不好的就是 电脑 就你开包以后电脑是总能很快找到我的位置但是我总是 因为 电脑他他他这个游戏里面电脑是知道你的就你的兵其实因为电脑也在运算吗电脑是知道你的兵在哪他去假装不知道而已对吧 但是你要去找电脑排击炮 如果没有步兵在前面的话只能够去自己去听声音就有点难搞 有点难找啊 所以排击炮总是打了几发可能就要转移阵地 比较尴尬但是他其实挺好用的我我挺喜欢用排击炮的我说句实话 他可以排击炮排击炮是可以压制就是他压制效果是比杀伤效果要好很多的排击炮在他那个 呃抛击范围之类的敌人都基本上就会就近寻找掩体基本上就没法还击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难得步兵 我们这个要去用排击炮轰炸这个龙舍啊这个这个两层建筑 射击 注意排击炮是这个橙色的啊看没有是这个橙色的因为他是取射 他就会提醒你是橙色的 然后这个地方看没有这个暗色的看没有就是 就是他看不到这个地方但是他能设计因为是取射 已经开始 他排击炮是一个炮手 呃一个协助的然后一个一个装填手 还然后 排击炮是其实 呃每个人都有枪但是如果他在 正常情况下他们几个都不拉枪因为他们要开炮只有一个人拿着这个一把卡冰枪 呃也可以发射烟雾弹OK就没了就这个教程就结束了就这样 简单的一点啊 对吧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装甲战术就是 不兵和坦克其实是其实应该叫不兵和坦克配合的一个战术 这个是学习这个 获得坦克或者车辆的信息还要利用战术保护坦克 坦克在这个游戏里面数量比较稀少一场战斗一般只有 比较少的那么几辆两两 一两辆对吧多的也就两三辆因为他是一个连吗就三个牌 他是两个牌和一个支援牌 是一排啊我想一下不对 是两个连还两个两个牌对两个牌和一个支援牌就一排二排和支援牌一个脸 所以坦克数量不是很多所以坦克 确实很强 对付特别是对付没有那种 就是对方对方没有反坦克没有反弹个炮的那种 即使是有也是那种如果是敌人是低穿身的反弹个炮的话 对吧其实坦克对付都没有什么 反弹个武器的敌人很强 但是坦克的问题是他视野很差 你没有步兵的话很容易会被绕绕的然后只要被绕到屁股后面的火箭筒给你来一两发你坦克就完蛋了 对吧甚至来一发就完蛋了 还有就是坦克正面的话就如果对面有反弹个炮的话也也很也很惨反弹个炮一般只要命中一发坦克就 基本上一般一两发坦克就完完蛋了 就大家有的时候坦克并没有炸但是成员会直接跳车就因为被击穿了然后成员就就就慌得要命直接跳车了那他只要跳车了坦克就废了 就这样让他讲那样坦克就废了 所以坦克很强但是 对吧也是弱点也挺明显的 好 然后你的军火库里只有少数几种武器能对付坦克那确实啊除了at和 只有反弹个炮就是at炮对吧 还有就是那个反弹个小组就是那个火箭筒火箭筒小组对吧 火箭筒的话要很近才有用反弹个炮倒是远距离就可以但是他需要先部署 不要麻烦啊 然后步兵的倒是有反弹个能力啊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这个标志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绿色是较强黄色一般红色较差对吧我们要先检查一下这个东西对吧 你看一到上面去看到没有这个这个apat能力虽然他这个错位了但是能看得出来这个 他这边数字很小 我大概说一下就是表示他部队在200米400米800米 1600米3200米64 不对 这个是20米40米 不对 对应该是20米40米80米 160米 就是在这么多米上面 对这个能力 你看他这个 我点上去吧 对吧 他这个反坦克武器最多也就是这个就是 呃 步兵班是有一定反坦克能力的吧就是那个 呃反坦克手雷 就是at手雷 还是有反坦克手雷的 但是那玩只有这个 40米之内 效果很好 你看 但是超过这个距离就不行了 你看这个下面这个图标吗 就这个地方对吧 他虽然错位了 他这个反步并能力倒是挺高但是反坦克能力是不太行的 对吧 看一下装甲部队啊 这个坦克一样 mc3这个谢尔曼75毫米这个短管的这个谢尔曼 坦克 你看他这个是 呃 全距离对吧 这个地方应该是我觉得是不是显示问题他看不到这个at 的数字应该是显示问题 他只能看到ap啊 就是那个人反人员的数字 看不到这个反坦克数字 我还有没有办法把它弄一下 啊可能没有可能他这个 到下面去了 错位了 看不到 对吧 但是这个玩意我去也 不必要太认真看 因为大家基本上都知道对吧 你这个步兵班特别是没有反坦克武器的步兵班 你打坦克就是个笑话 对吧 好 然后就是说这样怎么保护坦克啊对吧 然后用步兵 可以考虑用烟雾弹来掩护或者用步兵 在前面开路啊 这注意坦克的侦查能力很差对吧 说了因为坦克 他这个游戏好像没有那个车长探头的这个功能 就是 成员只能在这个坦克里面用那些观察孔来看 那那视野是非常有限的 然后这个 小学生教我们使用这辆坦克中型坦克的现在蛮准备的 像这个地方发射烟雾弹 坦克也是一个很好玩的坦克就是一个能动的炮吗 相当于是他能够使用穿甲弹高爆弹和这个烟雾弹 对吧 所以就而且还有几把机枪 还有两挺机 还有还有还有 呃炮塔上有一挺机上吗对吧车底上有一挺机上对吧 还是还是还是挺猛的 虽然谢尔曼 这种短管的谢尔曼打坦克不行打步兵出头有余 他现在瞄准什么啊还是装弹 sm 表示smoke啊 这个烟雾弹 两发 一共也就 也就四发 OK啊 打两发 我说一共 坦克问题是他烟雾弹数量很少 坦克因为主要还是用穿甲弹和高爆弹比较多 烟雾弹数量是很少的 所以坦克打烟 数量比较少的也可以他算是有的时候可以用用我一般还是用排击炮打烟 如果要远距离近距离的话就步兵自己解决就行了步兵自己有烟雾弹的 然后要步兵走到这个建筑里面去提前给坦克侦查 希望他是跑步啊快速移动到这个建筑里面 当前进的部队处于火力掩护时最好选择快速军队因为有坦克给他们做掩护所以他们就可以直接跑不用慢慢走了 对吧有人跟他掩护好让我们的步兵向这个 建筑开火然后再让坦克 移动到指定位置 他们会自动向这个建筑开火 然后我们就直接快速移动过去 你咋不开火呢 他说是说开火实际上根本没有开火 实际上他们会要往下面开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有点bug他没有开火本来应该是他们会往下面这个建筑开火然后坦克再开过去 但是他他就有bug他就没他是自动会往下面开火的 好那就 训练官打完了训练官其实也就这样没什么 没什么要说的对吧就简单说了一下然后我就用训练官大概介绍这个游戏吧然后 呃这个游戏我玩是想看玩一会吧看 因为我玩了两句玩了两句感觉还还挺有意思的但是 我看了一下注意我看一下那个英文的论坛英文有那个近距离作战的论坛那个cc论坛 他们说这个游戏就 默认是5.00版但是一定要剩5.01版所以不然的话bug很多甚至有一个就是 他们说好像有一个就是美国的那个 美军的那个m1919这个7.62毫米的那个轻机枪轻机枪班机枪班 呃不能开火的bug 我说我说这种居然这游戏做出来都没有修吗当年不知道但是5.01就好像说是修正了 就有这种bug 这期先这样吧如果我用我就不打了因为再打的话一局的话30分钟可能就 就太长了这个时间而且我要解说的话可能还要跟各位 讲解一下这东西但是实际上打起来的话我可能就不太能讲解了因为他不能暂停 他没有暂停 这游戏就这点我觉得很痛苦如果他加上暂停一件其实我觉得会好很多但是 他可能是为了就是 对吧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吗就2000年昨天的时候游戏其实是比较偏硬核的对吧就是 就是那个时候比较流行就是玩家和这个制作制作游戏的人啊就是制作制作者斗智斗勇相当于那个时候玩游戏都是玩家和制作者斗智斗勇啊 对吧就是他们会有一些东西来拦你你得要去对吧看怎么打过去因为那个时候网络也不是很发达大家交流也不多 呃 所以这个游戏可能他是故意没有做这个暂停功能因为这样的话就 所以说你在战场上你就你就你就这个你得你得反应要快对吧思路要明确要清晰因为呃我下一期大家打一关就知道了真的时候战场上面有的时候真的感觉就这个游战场上面感觉 非常的 就是虽然看着完全没有一片站在迷雾但是总感觉就是 迷雾重重就完全不知道不知道人敌人在哪对吧就完全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走 非常的混乱 就也不是就是思路有时候会非常非常混乱因为你的兵如果走不好可能就 对吧一旦你的部队被压制了或者被怎么样了有时候就是就就相当于是那个就像之前我玩那个 兵器游戏玩那个就是那个vessels玩的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那个叫那个叫 天下统一 田花统一 对吧就那个游戏 一样 有点类似就是你的兵一旦接上火了要是再要想给他撤 撤回来就就麻烦了 这个游戏也是这样你的兵一旦被压制了或者 就怎么样你的兵就有时候你要撤回来就就难了对吧就是这样的 呃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吧一个多少差不多了我就自己弄在这这个播应该视频不会很大因为这种老游戏啊还好就传得比较快 这一阵子我看 有机会的话都完全我自己也没事去玩几关就 看一下怎么打啊 我确实你之前没有玩过这个系列不太懂 那这一期就先到这儿啊感谢大家观看这次视频我是零七我们小戏再见 有机会